Hello,大家好,我是Uncle Kevin 很多的朋友们、客户跟我问到有关于人寿保险的事情 他们的问题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大同小异 那我就想来做个一系列的有关于人寿保险的说明 让大家可以了解 希望这一系列的课程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那么我在保险业已经从业25年的时间 累积各方面的一个知识 不管是人寿保险、理财、员工福利、医疗保险各方面 关于人寿保险 这是一个对于一个人的理财规划来说是一个蛮重要的话题 因为人寿保险你能够用稍少的保费换取了一个蛮大的保障 人寿保险在人生的各个阶段 特别是年轻的时候还有有家庭的时候 有小孩子的时候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如果说你还没有买过人寿保险 或是你听朋友讲但不太清楚的话 那这一集就是为你而录的 首先我想在这里要跟大家讲到人寿保险的一些基本的选种 那你了解了这些基本选种这个词汇之后 我们会再根据每一样的保险、人寿保险的产品 更进一步来说明以及来回答很多人会常常会问到的问题 首先讲到这个人寿保险 第一个单词你要能够掌握的就是人寿保险 那人寿保险这个英文叫做Life Insurance Life Insurance 好,这个人寿保险就是说当一个人 投保人、寿保人 当他有了人寿保险 以后发生了什么的事故 发生什么意外 或是因着疾病而这个人过世了 死亡了 那么保险公司就赔一笔钱 那这笔钱赔给谁呢? 就是赔给受益人 这英文叫做Beneficiary Beneficiary 那么人寿保险呢 这是第一个要掌握的一个单词 第二是残障险 或是可以叫做残疾险 那么英文呢叫做Disability Insurance 在南非呢也叫做Lump Sum Disability 或是叫做Capital Disability 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呢 这是因着一个人残障 而一次性给付一笔钱 给投保人 这个是残障险 那当一个人呢 因为疾病或意外 而不能工作 而永久性的 那保险公司呢 就赔一笔钱给这个投保人 这是残障险 第三我们要来谈到的就是意外险 那这个很多的华人朋友呢 当他们来询问我有关人寿保险的时候呢 其实他们都会跟我讲到说意外险 意外险 所以呢在华人当中呢 他们其实就是把人寿保险跟意外险呢 就是混在一起来谈到 那我们听到客户跟我们问到说呢 意外险 我们也都会跟他解释 人寿保险 严格来说的话呢 意外险跟人寿保险是有不同的 那意外险呢 他专保了意外 可能是保意外 死亡 或是意外残障 或是这两者都保 那意外险这个单词 英文叫做 Excellental Insurance 或是可以叫做Excellental Cover 好 那再来我们来提到的是重大疾病险 重大疾病险呢 这个又可以简称为重疾险 因为重大疾病很多人就会把它简称为重疾 那所以可以叫做重疾险 这个英文呢 叫做Severe Illness Benefit Severe Illness Benefit 也可以叫做Critical Illness Benefit 或是比较传统的一个叫法 叫做Dread Disease 就是让人家感到很害怕的一些的重大疾病 Dread Disease 重大疾病险就是当一个投保人 发生了重大疾病 被诊断有重大疾病 那常见的重大疾病有癌症啊 中风啊 心脏病啊 心脏手术 这方面的 那么保险公司呢 就根据了严重程度 还有就是保险的条款 来给付投保人一笔钱 这个叫做重大疾病险 好 再来呢 我们要来谈到了这个收入保障险 那收入保障险呢 也可以算为一个残障险 残疾险的一种的险种 那收入保障险跟这个 之前讲到的残障险 不同的地方是收入保障险 它是根据一个人 因为疾病或是意外 而暂时或是永久性的残障 那么过了等候期之后呢 每个月付给这个投保人的收入 补偿他的一个收入的损失 一直到他康复 或是到他退休年龄 为止 那这个收入保障险呢 英文叫做 Income Protection Benefit Income Protection Benefit 也可以叫做 Income Continuation Benefit 是为了要保障一个人的收入 当一个人发生了残障的情况 而没办法工作 赚取收入的时候 给予你收入 这个是收入保障险 接下来我们要来讲到 这个教育保障险 如果说你有孩子的话呢 当然你很关心孩子 他的教育 也很关心他们未来 如果说你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 那么是不是他们可以得到相对应的一个照顾 那这个收入 或是他们这个生活费啦 这个教育怎么办 所以呢 在十多年前 保险公司呢 就应运而生了这个教育保障险 教育保障险的英文是 Education Protector Education Protector 那这个的保险的用意呢 是当一个投保人家长发生了一些事故 不管是因为疾病啦 或是残障啦 甚至死亡 保险公司呢 给付孩子未来的教育 他的学杂费 甚至这个生活费 那这个叫做教育保障险 好 最后呢 在这一集我跟大家来提到了 就是豁免权 豁免权 这个豁免呢 就是被给予权利 你就不用再缴保费的这个意思 叫豁免权 这个英文呢 叫做Premium Waiver Premium Waiver 这个意思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买这种的 等于算是负险 那么当你发生一些事情 可能是残障 重大疾病 甚至死亡 这时候呢 保险公司来为你给付 你这个保单 的保费 也就是说往后的日子 你就不用再给付 这个保单的保费了 一直到一个 终止的日期 一个通常是一个年岁的 终止日期 好了 这一集我们讲到了 七个 基本的险种 你都掌握到了吗 那下一次 我们会来讲到 有关于这个人寿保险 一些的详细内容 那就下一集见了 拜拜